在监狱最深处的小黑屋里 藏着一个奇怪的囚犯 他每天沿着墙壁往上爬 却不是为了越狱 而是在锻炼身体 别人放风他举铁 别人休息他练拳 再加阴体向上俯卧撑 干活时他扛最重的木桶 下雨天还要跑步练耐力 之所以这么渴望变墙 是因为他心中藏着一股痕 如雨前他是个普通工程师 有个很漂亮的妻子 这天晚上一个歹徒突然闯进他家 男主在电话里听到了妻子呼救 他心急如焚 飞速驱车往回赶 等他冲到家却看见妻子 已经躺在血泊中没了呼吸 后来男主拼死抓住歹徒 把他送上了法庭 可谁知歹徒是个富二代 居然买通法官 被判了个无罪释放 看着杀其凶手嚣张的脸 男主怒火中烧 庭审一结束 他就抢过警察的枪 当场击杀了歹徒 大仇终于得报 但是真正的悲剧并没有停止 男主被判终身监禁 还被判到当地最恶名昭著的监狱服刑 这里的囚犯一个比一个凶残 打架杀人都是常有的事 而这里的狱警只认钱 囚犯们刚进来就被搜刮走所有财物 有狱警看上男主的结婚戒指 被他拒绝 没想到对方先猛的一棍 然后抢走戒指 监狱里还有个叫疯狗的变态囚犯 喜欢麒麟弱小 和男主一起进来的狱有比利 就经常遭受他的欺负 狱警对此视而不见 因为疯狗给了钱 这晚比利的哀嚎声传遍整层牢房 令男主彻夜难眠 第二天他看到比利凄惨的样子 还有疯狗得意洋洋的脸 男主瞬间想起那个卑鄙的杀妻凶手 他忍不住一拳砸在对方脸上 紧接着两人扭打起来 狱警上前制止 但他们只抓男主给疯狗递了个眼神 明显是暗中勾结 随后男主被关进小黑屋 这是整个监狱最可怕的地方 看着粪水直接排到脚下 发出极端恶臭 墙上还有上个囚犯自杀的血迹 让人不寒而栗 每天的食物就是这碗像饲料一样的东西 睡觉只有一块石板 还靠着恶臭的管道 男主再也无法忍受 到了深夜 他撕开囚符做成绳子 准备上吊自杀 可劣质的囚符 让他求死都不成 他干脆对准墙壁一头撞去 一时瞬间恍呼 这时一只飞蛾飞到他面前盘旋了好一会 然后飞到那碗食物旁边 男主端起碗 飞蛾又落在勺子上 仿佛在提醒他吃东西活下去 冥冥之中 男主想起了深爱的王妻 他重获生存的信念 一口口吃下那难以下咽的食物 等男主从小黑屋出来 玉景给他换了间牢房 里面有四张床 但是只有一个犯人 玉景音策策地说 这里住着个杀人狂 之前三个室友都被他杀死 你如果不想死 就尽早拿钱给我帮你换走 随后男主被关进去 才看清那是个满脸凶相的黑人 男主怕了 第二天他就找到玉景 把凑出来的钱全部上交 希望换个牢房 玉景收了钱却收不够 男主知道自己被耍了 但也只能忍着 他渐渐了解到这座监狱 有三大帮派 经常互相争斗 而自己最初得罪的疯狗 不仅是某个帮派的二把手 还是监狱里的格斗之王 这个监狱里有种残忍的格斗传统 比赛胜者获得更高的地位 而败者则会被活活打死 玉景和典狱长都知道 但他们不但不阻止 反而暗暗推动 因为其中能谋取暴力 而疯狗所在的帮派 并没打算放过男主 干活时 他们抓住男主一顿暴打 玉景就在边上看着 不仅不阻止 事后又把男主关进小黑屋 下雨天雨水直接灌进屋里 让本就糟糕的环境 变得更加恶劣 学境中的男主 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在这弱肉强食的地方 只有暴力才能保护自己 他开始拼命认练 每天爬墙 引体向上俯卧撑 打沙包取亚人 扛着木头跑步练耐力 艰苦训练几个月后 男主迎来了第一场格斗 他的对手正是大仇人疯狗 刚上场男主就挨了一记重拳 又被击中腹部 完全被疯狗压着打 但他硬生生扛了下来 然后找准机会一拳打回去 接着两拳三拳疯狂反击 可等疯狗缓过来 他就又开始挨揍 疯狗抓起他一个过肩筛 重重落地 又用膝盖猛撞他头部 男主被打得血肉模糊 想挣扎起来 却被一脚踢翻 最后疯狗抓起他的腿 狠狠撞在柱子上 就在这时 男主一脚踹到疯狗关键部位 然后压上去死死咬住他脖子 局势瞬间反转 等狱警意识到不对 冲上去拉开他们时 疯狗已经被咬穿喉管 当场死亡 看到眼前这一幕 从囚犯到狱警 再到帮派老大 全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亲眼目睹 男主在格斗中 咬穿对手喉管 浑身浴血的他 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周围没人敢靠近 从那以后 男主就成了 监狱里新的格斗之王 他的打法就是不要命 你打我一拳两拳 我扛下来 然后还你四拳五拳六拳 直到把你打发为止 而比赛规则是 输了就得死 所以男主杀死 一个有一个对手 地位也越来越高 他剪去长发 抒起精致的大背头 俨然一副老大的派头 当初用暴力反抗暴力的人 如今却成为暴力之王 有一个人和男主截然不同 那就是欲有比利 面对监狱里的暴力 他只想逃离 多次越狱 多次被抓 但比利始终没有放弃 这天他用偷来的钥匙 打开牢门 又准备去拿藏好的铁钱 谁知一下 被狱警抓个正着 这次比利的下场很惨 狱警把他送给一个状态 被折磨的只剩一口气 比利临死前对男主说 不要变成 他们想让你成为的样子 男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开始抗拒暴力 又一场格斗赛 对手就是杀死比利的状态 男主却直接放弃 任凭对方 怎么打他都不还手 这让观战的典狱长 在客人面前颜面尽失 他命令狱警抓住男主 吊在铁架上 下达命令 除非出手忽然就吊死在这里 日复一日 晴天遭暴晒 雨天被雨淋 男主很快就奄奄一息 但他从未妥协 他的反抗精神感染了其他囚犯 他们渐渐明白 这座监狱里的所有斗争 只有典狱长是胜者 囚犯们只是牺牲品 于是帮派与帮派之间矛盾化解 格斗场上也不再有比赛 典狱长的赚钱渠道被彻底打碎 在男主的坚持下 和平终于战胜了暴雨 偏偏典狱长不想杀他 因为杀了男主 只会成全他的抗争 这天男主被放出来 典狱长终于要拿他杀机敬猴 但不是让狱警动手 而是放出了一个囚犯 那是一个身高两米 如同怪物般的巨人 他拉开项圈狂冲过来 把男主打得惨不忍睹 还要把他活活勒死 就在这时男主拼命拍打铁门 巨人听到这拍打声居然松开了手 原来男主每次被关小黑屋 都会听到隔壁有人拍枪 于是他也会拍两下回应 久而久之 就和那个神秘的狱友成了朋友 而他正是巨人 巨人智商不高 但好在认出了男主 伸手过来抚摸 这一幕看呆了点狱长 他马上让狱警抛枪 巨人为了保护男主 居然顶着枪杀向狱警 扛完所有子弹 还把狱警们打得落花流水 甚至撞开牢门才彻底倒下 暴怒的囚犯们冲出来开始围殴狱警 很快暴乱升级 到处都是打杂放火逃算 直到狱警出动武装部队 拿机枪扫射才强制平息 在这次混乱中 男主遇到了黑人室友 原来他不是杀人狂 而是个审判者 死在他手里的人 都是最大恶极的垃圾 老黑还藏了一本日记 里面全是点狱长 有些年来用暴力贬才的证据 他交给男主 让他带出去举报 至于怎么出去 老黑已经有了计划 他要男主再去打一场格斗 不管是输是赢 连狱长为了尊严 都会压他去刑场枪毙 而那时就是越狱的最佳机会 没多久 男主迎来最后一场格斗 对手还是那个杀死比利的壮汉 这一回面对权力出拳的男主 壮汉很快不是对手 被一下砸在木桩上 给比利赔了条性命 男主果然被压往刑场 到了车库藏起来的老黑突然偷袭 配合男主看翻狱警 接着老黑让他换了身衣服 又让他坐上点狱长的车 但老黑自己却不逃走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很快男主开车通过层层关卡 带着证据离开 另一边老黑竟然潜入点狱长办公室 他掏出钳子步步逼近 等狱警冲上来 地上的点狱长已经被活生生拔掉舌头 以暴牟利之人终于被暴力毁灭 感谢您的观看与认可 我们下期故事再见